颗粒水龙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欧大姐的这个地里 这边呢 它主要是也是用了我们这个巧克力 用在它那个菜园子里 那我们来问一下 看看这个巧克力啊 它说用的效果比较好 好在哪里啊 那欧大姐您好 您这个巧克力啊 您是怎么去用的 我就是把它搞到头里面 就是先撒到里边 然后再淋着白水是吧 咱这边的话 就是什么时间开始使用巧克力的 去年之 今年是第二年了 您觉得那个巧克力 在你这个菜地里用了以后啊 效果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效果就是菜长得快啊 结果结果都多啊 参量高啊 它的口味都好啊 我的这一口老板 并没有用的这个啥 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菜花的这个长势啊 现在整齐的一个表现非常好 首先叶片呢非常的绿 而且没有什么病害啊 没得没得 非常的厚 非常的厚实 还看一下能够果实长的 你看 非常的紧实 非常大啊 我们的巧克力呢 主要就是 里面不仅有淡泥甲 还有我们的作物需要的中微量元素 氨基酸的一个成分 还有一些那个生根的一些产品 所以说长出来以后 这个叶片非常的厚绿 整体的表现就非常好 因为里面有两个菌 一是呢 我们产品有我们的核心的一个牛状素 它能够调理土壤的一个酸碱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加了两种菌 能够有效地改理这个土壤这个菌群环境 把那个有害菌呢 然后就是抵挡 然后带了就是增强这个活性以后 它就不容易出现那种烂根的死磕呀 这个情况 所以说长势比较好 那个后面的话 你还继续使用我们巧克力吗 继续使用 谢谢欧大姐 对我们的支持